过去五年,新加坡砸下整整280亿新币,用于科技研发和推动企业创新,很难想象这么多钱被用来研究那些高深莫测的科学,值吗?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,最后又能得到什么呢?是更快速的互联网?更便宜的医疗服务?还是完全无感? 最近,新加坡公布了科研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,简称RIE2030,继续投入相当于GDP1%的资金,支持科研与创新。 用一句话概括,这是一场国家级的创新长跑,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?因为新加坡深知,土地,人口有限,不能靠资源或规模竞争,只能靠不断创新来保持经济活力和全球竞争力。 过去的RAE2025计划,已经帮助新加坡在人工智能、制造业升级、医疗科技等方面取得突破。 RIE2030更进一步,强调变革性成果,也就是不光做科研,还要推动科研成果变成实际应用,改变产业和人民生活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这不是遥远的政策,而是会影响未来的工作机会、教育资源,甚至我们每天使用的公共服务。 可以说,RAE2030是一份长达十年的未来蓝图,让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节点。 创新不是一时的冲动,而是新加坡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。 从1990年代开始,新加坡就有系统地推动科研与技术转型。 而IE2030计划的特别之处,在于它不仅仅投入资金,更注重成果的落地,帮助经济升级。 新加坡政府清楚,只有持续投入、持续突破,才能避免被全球创新浪潮甩在后面。 新加坡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。 更重要的是,集中在先进制造、人工智能、绿色科技、健康科技等未来产业。 政府政策透明,执行效率高,让企业和科研机构敢于做长期布局,不用担心政策招令西改。 对于普通人,这意味着你生活的城市会不断升级,企业也更愿意投资未来,工作机会更多元,也更高质量。 RAE 2030计划聚焦四大领域。 先进制造与工程、健康与生物医药、可持续城市方案,以及人工智能与数码科技。 先进制造让工厂更智能、更高效,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。 同时,创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岗位。 健康与生物医药则解决老龄化社会的挑战,推动医疗科技出口。 可持续城市方案专注绿色能源、低碳技术。 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和数字化则是未来的制高点。 谁掌握了这些技术,谁就能引领未来经济。 简单来说,这些投入是在为未来10到20年的经济打地基,让新加坡在下一个科技革命周期里占据有利位置。 再好的计划,如果没有人才支撑,也只是纸上谈兵。 RE2030强调,要吸引和培养顶尖科研人才。 政府会通过奖学金、研究基金,把本地优秀学生送到国际一流大学深造,再吸引他们回国贡献。 也通过开放移民政策,引进国际科学家和创业者,形成多元合作的创新网络。 同时,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会与企业深度合作,让研究更贴近市场需求,推动成果转化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这意味着教育体系会更重视创造力、跨学科能力、终身学习资源更丰富,职场人可以通过培训进入新兴产业。 人才不仅是经济的发动机,也是保障创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 RAE 2030的目标,不只是让新加坡成为科研强国,更是要把研究、产业、社会连成一个闭环,形成完整的创新生态。 这会让新加坡在AI、绿色科技、医疗等国际议题上有更强的话语权,成为创新解决方案的输出者。 然而,这条路并不轻松,科研投资的回报周期长,如何衡量投入产出比,如何确保科研成果能快速商业化,如何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留住顶尖研究人员。 这些都是接下来的考验,普通人也能参与创新长跑,通过学习新技能,尝试创业,参与创新试点,把国家战略变成个人机遇。 创新不仅是科学家的事,也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机会。 你最希望在哪些方面看到科技成果的红利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请为我们点赞,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订阅我们的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